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映射是否为线性的 就是要来看呢 SigmaC加A 是不是等于SigmaC加上SigmaA 然后呢再来看 SigmaA加C是不是等于A乘上SigmaC 就来看 如果这两个呢都对 那它就是一个线性的变换 如果这两个呢 哪怕有一个不对 也就不是线性变换了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SigmaC等于C加α SigmaC 如果等于C加上α的话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线性变换 当α不等于0的时候 这个变换 当α不等于0的时候呢 它不是线性的 α等于0的时候 才是线性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原因 如果α等于0啊 α等于0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变换呢 变成了SigmaC 就等于C了 那么这C呢 可以把它写成1 乘上C 那么也就说呢 这个变换呢 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前面有过例子 说这是任意的K的时候都行 那K起1的时候也行 而且这个变换呢 还是横等变换 那么也叫做单位变换 那么如果α不等于0的时候 我们看 那么这回啊 SigmaA可C 就等于A可C加上α 这是直接照这个定义 写出来应该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A乘上Sigma可C呢 就应该等于A乘上这个东西 就是A可C加上Aα 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 α就得等于Aα 就得写这 那么 我们说呢 在R3当中的 这个α呢 要等于Aα的话 那么这个A呢 就只好等于1了 与A的任意性啊 是矛盾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α不等于0的时候呢 就不是个线性变换 容易验证 2是个线性变换 3不是 4也不是 我们就照这两条呢 来算它就行了 我们再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第4 为什么不是 第4个呢 说 Sigma A可C Sigma A可C呢 就应该等于 我们看如果 如果可C呢 设为 X1 X2 X3 那A可C 就应该等于 AX1 AX2 AX3 好 那么A A可C Sigma A可C 就等于 Cosin 它是Cosin X1 Cosin A X1 就是第一个分量的 Cosin值 然后呢 在第二个分量 是Sin A X2 第三个分量呢 是0 那么A要乘上 Sigma 可C呢 那就等于 A乘上 Sigma可C 是Cosin X1 Sin X2 0 好 那A乘上 这个东西 那就是 A乘上 Cosin X1 然后呢 A乘上一个 Sin X2 0 那我们知道呢 当Cosin X1 或者是Sin X2 不为0的时候 那我当A取得 充分大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啊 就能让它是 大于1的 可是呢 我们知道 在这里边呢 这个东西永远呢 是小于等于1的 或者说呢 我们知道 这个Cosin AX1 是不等于 A乘Cosin X2的 一般情况下呢 都有这样的结论 或者说呢 这个只有 其特殊情况 这两个相等的 很多的时候 这都是不相等的 这是Acosin X1 就说这两个 是不相等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这两个呢 也就是不相等的 它就不是线性的 不满足第一条 那么让我们 来验证线性的时候呢 就照这两条 来验证就可以了 另外呢 提醒大家一下呢 这对线性变化呢 我们实际上呢 还可以啊 验证一大条 就是 SigmaA克C加上Beta 等于A乘上Sigma克C加上B乘上SigmaEta 这两条 这两小条和这一大条呢 是等价的 所以呢 用哪一个都可以 好 来看第二题 是V是数于F上的 一个E维下量空间 是E维的 证明V到自身的一个映射 Sigma是线性映射的 重要条件 是对于任何的克C 属于V都有 Sigma克C 等于A克C 这里A是一个定数 这个A是个常数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呢 因为啊 这个V呢 是E维的 它是E维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啊 我能够找到 就一个向量克C 是V的一组计 而且呢 这克C呢 因为它线性无关 所以这个一定呢 是不等于零的 就这一个向量呢 就能是 就能是一组计 我把这个换个字母来表示 这个是R 任何一个非零向量呢 都是一组计 于是呢 我们来看 那么因为Sigmaα 首先呢 它是V上的一个变换 就是它是V到V的这么一个映射 所以呢 Sigmaα一定是属于V的 Sigmaα要能属于V 那就能由这个来线性表示 我比如说呢 把它写成Aα 一定能由这个α来线性表示 因为α是G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我们不管要正的啊 不是只对这一个向量的 要正的 是对于所有的向量 这件事都对 那么Sigmaα 我们来看呢 因为α是一组计 那么可C属于V 就可以由这组计来线性表示 比如说把它写成Kα 那么这回呢 这个Sigma可C啊 就等于SigmaKα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以致啊 它是线性的 以致是线性的 来推这个结果的话 那么这个Sigma可C呢 就可以写成K乘上Sigmaα 那Sigmaα呢 它就等于A乘α 那么这两个现在都是数 我们说数呢 做数乘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交换一下 就是A乘上Kα 那就等于A乘上可C了 那么我们也就证明出来了 这个所有的这个向量可C 都有Sigma可C呢 等于Sigma可C等于A可C 这是这一半的 那么现在呢 翻过来这一半呢 那么是显然的 翻过来这一半呢 说Sigma可C等于A可C呢 我们早就验证过 这个东西就是个位式 它一定是个现形形式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令MNF表示数以F上一切 N结矩阵所成的向量空间 取定A A是个任意矩阵 把这个A我们给它取定了以后 那么现在呢 它的定义 Sigma Sigma 就等于AX减去XY 证明第一个啊 证明Sigma呢 是MNF 就是所有N结的这个矩阵 到自身的一个线性映射 这第一条 第一条来证明它是线性映射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我只要来证明啊 Sigma AX加上BY 最后呢 我推的推的 它就等于A乘上Sigma X加上B乘上Sigma Y 就是我们来用下这第三条啊 我们只要呢 证明这么一件事就行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按照定义啊 按定义就把这里边的这个X换成这一大堆 那么这就是A乘上AX加上BY 然后减去AX 抱歉 这个地方呢 写错了一个 这个是XA啊 AX加上BY乘上一个A 然后呢 我再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呢 这就是A AX 加上BY 然后呢 这个呢 就减去一个AXA 减去一个BY 我们看是不是就等于它了啊 那我就把前面这个带A的 我给它放在一起 带A的两个放一起呢 拿出了A了以后 就是AX减XA 那就是SigmaX 把带B呢 放在一起啊 提出这个B了以后呢 就是AY减去YA AY减去YA 那么就是SigmaY 所以呢 这就果然是对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Sigma呢 现在是个线性凝射 啊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问 啊 它要让我们还要证明呢 是对于任何的XY 都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Sigma XY SigmaXY呢 等于SigmaX乘Y 然后呢 减去X乘上SigmaY 它让我们证明这么一个 那么只要想证明这个东西呢 那么其实呢 我们就只要把它带进去算一算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写一写 SigmaXY呢 那就是A乘上XY减去XY乘上A 这是左边 我们再来看右边呢 就等于SigmaX啊 是AX减去XA 然后呢乘上Y 再减去X乘上SigmaY SigmaY呢 就是AY减去YA 啊 于是呢 我们再把它展开一下 展开一下呢 这就有一个AXY 就是AXY 就这个 这有一个是负的X 啊 负的 哎 我们来看是不是超错了一符号啊 啊 果然是 这个地方是个加号 啊 是个加号 然后呢 这个是负的XAY 这个是正的XAY啊 一个负的XAY和一个正的XAY呢 消掉了 这还剩一个负的XYA 负的XYA 所以呢 左边和右边呢 是相等的 那么第二个呢 也就证明完了 啊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只要把它带进去算一算 就可以了 挺容易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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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呢 说第四题啊 V和W都是数于F上的向量空间啊 V和W都是数于F上的向量空间啊 并且呢 这个V的V数啊 它还是N 另Sigma是V到W的一个线性运设 我们如此选取V的一个G啊 来这么来选 R1到R2S R2S加E 一直到R2N 嗯 嗯 嗯 说这么选啊 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啊 是非常简单啊 条件就是R1到R2S啊 这个是V的这个核 是这个Sigma的核的一个G 嗯 嗯 嗯 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大家回忆回忆 Sigma的核是什么东西来呢 这个核啊 是这个玩意儿 就是所有的那样的C C C C在哪呢 当然C是在V里头啊 然后呢 让Sigma C呢 是等于0的 啊 也就是说呢 因为我这个Sigma啊 它是从V到W的一个映射 啊 一个线性映射 我把它的0元的所有原像都给找到啊 就是那核啊 啊 那么Sigma的像是什么意思来呢 就是所有的那个Sigma C啊 啊 那么C呢 当然是属于V的啊 啊 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呢 当然它是在W里头啊 就是把V中的所有元素都给了对应过去以后的那些元素的集合啊 那些向量的集合 就叫做Sigma的下 啊 现在我们来看呢 说 这个怎么个取法呢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核啊 大家注意啊 这核呢 一定是V的一个子机啊 这核是V的子机 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在这个核里面呢 因为它我们证明过这两个都是子空间啊 这个是V的子空间 这个是W的子空间 然后呢 我就让R1啊 到R1S 是它的一个机 啊 R1到R1S呢 是它的一个机 啊 再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给扩充 啊 那我们说呢 V中的任意线性无关的一个向量组都可以扩充成机 我又把它扩充成这个样子啊 啊 那我们现在呢 要 要证明的啊 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 是 sigma 啊 大家看这结论呢 也非常好记的 啊 前边这一半呢 就是这核的机 那么后边这一半呢 大家注意可不直接是向的机啊 因为这向是在W里头的啊 但是我们给它作用了sigma以后啊 它就变成了这个向的机了啊 就这么一东西 好 那要想证明这个东西是向是向的机 哎 我们证明G的时候呢 那就是有两条 一条呢 它是线性无关 另外一条呢 这里边的元素都可以有它的线性表示 啊 那么当然 首先呢 这些东西得取自于这个啊 那么sigma rf s 加1 一直到sigma rf n 这个东西呢 的确是在这个向的这个集合里的啊 这个是明显的 因为 只要是这里边的东西属于V 它一作用sigma就是在这个向里的了 啊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证明啊 这个sigma 就就就这些个向量 我们先来证明它线性无关啊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这个线性组合呢 我们给它写出来 a sigma rf s 加1 一直加到 a 呃 比如说这 a s加1 这个是an sigma rf n 哎 我要让这个线性组合等于0 然后呢 我们的目标啊 是来推这些个a i 全都是0啊 我们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写出这东西来以后呢 我们首先用一下sigma是线性的 sigma如果是线性的 那么也就把它们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还可以加起来 还可以加起来 就是a s加1 alpha s加1 一直加到 这是a n alpha n 就得等于0啊 或者我们反过来用 所以这个东西展开以后呢 这个东西因为是线性的啊 展开以后呢就是上边这一串 啊 那么看呢 sigma这个东西如果等于0的话呀 呃 作用了sigma以后呢 要是等于0 这个玩意儿呢就在核里头 于是呢我们就知道 这个a s加1 alpha s加1 一直到a n alpha n 这个东西呢就属于这个sigma的核 还有另一方面呢 说它既然是属于sigma的核 那么就可以由这个核的G来线性表示 呃 这个是核的G啊 哎 所以呢 它就可以由 啊 就这个项量因为在核里头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 就是a 1 alpha 1 一直加到a s 啊 说到这以后又怎么样呢 那我们啊 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拿过来 就是负的a alpha 1 啊 负的a s alpha s 加上a s加1 alpha s加1 一直加到a n alpha n 就得等于0 那把这些东西我都拿过来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的是这个线性组合呢是等于0的 好 那么这个线性组合等于0 那我们来看呢 alpha1到alphan呢 因为它是一组机 alpha1到rfn 它是一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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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线性无关 线性无关呢 所有的系数都就是都等于0 那么我们前面不关心了 我们关心一下后边这些东西呢 当然它就得等于0 实际上前面这些系数也为0啊 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证明啊 就是这些是线性无关的 要这目的要证明的是这些系数是等于0的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证明完了啊 那么这是这个第一条啊 要证明机的这个第一条 他们呢是线性无关 那么第二条呢 就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证明啊 这个像里边的啊 所有的元素啊 都可以由他们来线性表示啊 这是第二条 好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原因呢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就是要证明的是 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元素啊 比如说是个ETA吧 我在这里面认起一个 然后我要证明啊 就这个ETA可以由 SigmaαS加1 一直到SigmaαN 要证明的这个ETA 可以由这些来线性表示 啊 那我们来看 因为ETA属于这个像 那么根据像的定义 就是啊有那么一个可C 使得呢 这个ETA呢 就等于SigmaC 啊 因为像里边的元素啊 都是SigmaC 这种模样的 啊 那么 因为可C呢 又属于V 所以呢这个可C啊 就可以由这组基来线性表示 就A1 写上A1α1 一直加到ASαS 加上AS加1 αS加1 一直加到ANαN 好 大家注意啊 因为这α1 αS αS加1 到αN呢 它是V的一组基 所以呢 可C可以写成这个线性组合 可写成这个样的又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来看这个ETA 因为ETA呢 它是等于Sigma可C的 等于Sigma可C的 那Sigma呢 它又是个线性呢 是个线性的话呢 那么它就可以写成A1Sigmaα1 一直加到ASSigmaαS 加上AS加1SigmaαS加1 然后呢 一直加到最后一个呢 就是ANSigmaαN 那我们看 我们当时呢 说的是α1到αS呢 是取自于和的 取自于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用了Sigma以后呢 就得等于0 就这玩意儿全都等于0了 于是呢 这这一大堆啊 全都没有了 全都是0了 那么看这个是什么呢 看我们不是要证明它可以由这个来线性表示吗 那么我们这不就是 A的可以由它来线性表示了吗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G 那么第一问呢 那么第一问呢 就证明完了啊 那第二问呢 我们说呢 应该是显然的了啊 呃 他说呢 是和的为数 加上像的为数就等于N 所以为什么这是显然的呢 因为这个和啊 我们刚才说的他的G找到了不就是这个吗 啊 那么像的话呢 他的G我们也找到了就是Sigma RF S加1 一直到Sigma RFN 啊 那么于是呢 这个的和的为数就是它的个数就是S 那么这个的为数呢 就也是它的个数就是N-S 所以加起来以后呢 就是个N 啊 所以第二个呢很容易了 啊 那么我们说呢 给了一个线性变换以后啊 给了线性变换 V到W上的一个线性变换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G啊 就是分成两部分啊 分成哪两部分呢 就是这样两部分 前边这个是作为和的一组G 那么后边这一部分啊 就是在V的G里头啊 V的G里头我们可以找到分成两部分的 一个是和的一个G 另外这一部分呢 作用了Sigma以后就是 呃 杖了以后 hing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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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来看 下一节的 就是275页 这一节是线性变换的运算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线性变换的乘法 是不满足交换率的 线性变换的乘法 不满足交换率 就是一个 Sigma Tau 它不一定等于Tau Sigma 好,现在我们证明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就随便呢 在V当中啊 一个比如说 它这个是个二维的 我们随便呢 来找两个线性变换 比如说一个线性变换是这样 我让这个 比如说我再取它的一组机 是R1到R2 然后呢 我让这个Sigma R1 它还线性的 Sigma R1呢 比如说就等于R1 减去R2 然后呢 Sigma R2 就等于R1 加上 我也来给它减一个R2 再然后呢 我再来定一个Tau 那么TauR1 我让它是R1 加上R2 TauR2呢 也等于R1 加上R2 那我们知道呢 一个线性变换 如果它在G当中的 这个线定了 那么其他的呢 就也都定了 那么我们定义了这个以后啊 那么其他的KC 如果写成Aα1 加上Bα2 KC写成这个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 这个SigmaKC呢 就等于A乘上Sigma A乘上SigmaR1 然后呢 加上B乘上SigmaR2 那么也就是等于 那么也就是等于 因为这个是R1 这是R1-R2 这个也是R1-R2 所以呢 这个呢 是A 加上B乘上一个R1-R2 这是Sigma 那么Tau呢 Tau就是说这个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以后的 那么Tau是什么东西呢 Tau可C 就等于A乘上TauR1 A乘上 A乘上TauR1 加上B乘上TauR2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TauR1 是R1加 这都相等 都是R1加R2 所以这个呢 就等于A加B乘上一个RF1 加上一个RF2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我现在这个Tau啊 是A 这可C啊 就是ARF1加上BRF2了 那我们来看呢 SigmaTau可C 应该什么样呢 就先做用一个Tau可C 再做用一个Sigma 那么这个就是Sigma Tau可C呢 我们这已经有了 就是A加B A加B乘上一个RF1 加上一个RF2 乘上这个 那么再然后呢 它就等于 这应该是A加B乘上一个Sigma RF1加上RF2 那么再然后呢 这个就相当于是1RF1加上1RF2 那么经过Sigma作用了以后 经过Sigma作用以后呢 它应该是A加B的 这是RF1 应该是减RF2了 那么也就A加B 现在A和B都等1 就是R倍的 这是原来就有一个A加B 现在是它们两个系数之和 是个R 我把它写在这 然后里边剩的呢 就是RF1 减去RF2 好就这个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呢 说TauSigma可C 又是什么呢 说TauSigma可C呢 现在是这个东西了啊 是Tau 先作用一个Sigma可C Sigma可C是谁呢 就是A加B A加B 乘上一个RF1减去RF2 就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因为Tau是线性的 A加B呢 就写拿出来了 这是个Tau RF1减去RF2 那我们再来看说 这个东西是谁啊 TauRF1减RF2 我们来看 Tau完了以后啊 这个如果这是A这是B 这个Tau完了以后 这前面就有一个A加B 那我们来看呢 这个A可是1了 B呢就是负1了 A是1 B是负1 所以加起来以后呢 它是个0 于是呢 这个东西就等于0 也就是说呢 经过一次Sigma 再经过一次Tau了以后啊 那么它的结论呢 就等于0 那么我们来看呢 因为TauSigma 全都为0 可SigmaTau呢 可不一定是0的 于是呢 我们就说这个SigmaTau 和TauSigma呢 是不相等的 那么大家注意呢 说我们怎么会找出来 这么一个东西呢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我们 可能和后边的这个矩阵的有关系啊 就是说呢 在一个线性变 一个线性变换呢 在一组基下呢 它有一个矩阵表示 啊 那么乘积的 线性变换乘积呢 那么就是对应于呢 就是矩阵的乘积 于是呢 我们来看 这个线性变换呢 相当于就这个 这是1-1 1-1 这个线性变换呢 就是1111 这是两个线性变换的矩阵 这是Sigma啊 在这组 这组基下的矩阵 这个呢 是Tau 在这组基下的矩阵 于是呢 这个SigmaTau啊 如果我把这个写成是A的话 这个写成是B的话 那么SigmaTau呢 对应的就是 A乘上B TauSigma呢 对应的就是B乘上A 好 那我来看呢 这个SigmaTau 这个A乘上B A乘上B的话呢 那么这个A呢 大家可以乘一乘 它就A A和B啊 所以A和B 给它乘起来以后呢 这就是2 2-2 -2 就是这个 那么 B乘A是谁呢 B乘A 大家注意这个B乘A啊 其实我们就原来讲过的 这个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A和B都不是零矩阵 可乘积了以后呢 是零矩阵的 它可以验算一下 啊 B A呢 乘起来以后呢 就是零 那么大家看呢 A B和B A 这两个矩阵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矩阵不一样的话 对应的这个线性变换呢 是不一样的 啊 不过呢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下一节课里边的内容了 啊 啊 那么我们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这个当时学完了以后就做这个题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你只要只举的这些线性变换只要不太好 啊 就是你别找那些非常特殊的那些线性变换啊 随便来几个啊 那么随便来几个呢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呃 Sigma和Tau一般来讲呢 它都不是呃 可交换的 就是SigmaTau和TauSigma是不相等的 啊 那么比如说 这是呃 我们刚才啊 呃 这是举了这么一个特殊的例子了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在在这个V2里边 就是R2里边啊 这里边的向量呢 都可以写成是X1X2的这种形式 好 好那么在R2里边呢 我们来看这个 比如这是那可C 那么Sigma可C和Tau 我来定义两个 一个是Sigma可C 一个是Tau可C 好那么这个Sigma可C呢 比如说我就给它写成啊 3X1加X2 然后这个是2X1减4对X2 比如这是一个东西 然后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Tau可C Tau可C 你也随便来一个啊 随便来一个 比如说这是负的X1加上2 2倍的X2啊 这是5倍的X1加上11倍的X2啊 那你就是说随便乱写的这些东西啊 大家注意呢 这里边呢 只要都是一次的啊 没有常数项 没有平方向 那么这个东西很容易啊 验证了 它都是线性变换 那么而且这个Sigma Sigma成Tau呢 是不等于Tau成Sigma的啊 那么大家可以这个对于这个例子 大家会自己去验算 好 那么说如果呢 刚才我们第一个例子说你这个暗中的已经用了我们后边的知识了 那我们这个呢 是没有 我们就是可随便的乱来的啊 那么注意呢 这个Sigma和Tau啊 不能太好啊 比如说呢 我这个Tau啊 要好到这种程度就不行了 还是X1 X2 本来人家就是X1 X2 你做了一个Tau以后还是X1 X2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一样 啊 那还好到 比如说我这样呢 那这个也不行啊 大家可以去去验算一下 什么样行呢 要是这样的话呢 也行啊 但是不如我们随便乱写的这个 这个有保证啊 好 第二题呢 我们来看 在FX中定义两个变换 一个是Sigma 是FX对应于FX的导数 Tau变换是FX对应于X乘上FX 这里FPS呢 表示FX的导数证明 Sigma Tau都是线性变换 第一条呢 要证明它是线性的 第二条呢 要证明啊 对于任何的N都有Sigma的N次方Tau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减去Tau乘上Sigma的N次方 就等于N乘上Sigma的N减1次方 啊 要让我们证明这么一件事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步呢 要证明它是线性的啊 要证明它是线性的呢 就是这样 就是要证明啊 Sigma乘上 我们来个记号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是那个SigmaFX 那么这个呢 就是那个TauFX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要证明线性变换呢 那我们只来证明 这个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呢 大家自己去写去了 那么A乘上FX 加上B乘上一个GX 作用在Sigma上以后呢 那它其实啊 注意我们的目标啊 是要推它就等于 A乘SigmaFX 然后呢 加上B乘上SigmaGX 我们要 就是要证明这个 那么事实上呢 大家把这东西 你得给它带 带进去就完了 那么比如说这个呢 就是要作用Sigma 就是它导数了 就是AFX 加上B乘上GX的导数 然后呢 我们把它展开以后呢 这就是等于 A乘上F比尔X 根据导数的性质啊 A乘它的导数 加上B乘上GX的导数 那么你看 A乘上这个东西啊 这就是A在这儿呢 然后呢 看这个呢 这不就是FX的导数 就是SigmaFX吗 那这是个B 直接把它写在这儿 那这个玩意儿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GX的像啊 导数嘛 那么它的第一个的线性性 这就很容易证明完了 第二个的线性性呢 也非常容易啊 下面我们来看呢 它的第二个狮子 就是说啊 Sigma n次方以后再来掏 我们来看呢 说这个Sigma的n次方以后啊 呃 再做用一个掏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首先呢 我把这个Sigma呢 给它求导 大家注意这个F 这个FX呢 因为它现在是多向式的 是多向式的话呢 那么Sigma 对于这个n次方的这个导数啊 比如说呢 我把FX呢 给它写出来 FX呢 呃 等于是A0 加上A1X 一直加到AMX的M 那么此方 啊 那么我们 作用于一个Figma 就是一次导数 啊 作用于两个Figma 就是求完导 再求导 就是二阶导数 那么作用了n个Figma以后呢 这就是个n阶导数 那么n阶导数是谁呢 n阶导数 那么很显然 如果它本来啊 就是m小于n 那它就全都成零了 这个没有了 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啊 如果它这里边 这个是比n大的 那么它的第一项呢 就是n的阶乘 乘上an 这是第一个 啊 这就是从 anX的n次方来开始的啊 你求了n阶导数以后 大家看呢 n阶下来以后呢 最后这是前面都有一个n的阶乘 这个是一个am次方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n加1的阶乘 乘上an加1 然后呢 再给它乘上X 那么到最后一项呢 这就应该是m 对这个不是n加1的阶乘啊 是从n加1呢 一直乘到 这还缺一个啊 还缺一个1 那么这个呢 一般就是m的阶乘 然后呢 这个是m减去n的阶乘 这是m减去n的阶乘 这是X的m减n次方 m减n次方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求导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个数学分析里边呢 是有学有学过的 那么大家如果这个东西呢 你原来没有学过 这个高阶的导数 那你自己啊 你一步一步去求一求就行了 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呢 说这个sigma n次方 是这个东西 那我再作用了tau以后啊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sigma n次方 作用在fx上的 如果我再作用一个tau sigma n次方 fx 在作用了这个tau以后 那实际上呢 就是把这呢 大家看啊 就是直接乘上一个x 那也就是n的阶乘 n的a的n次方 乘上x 然后呢 加上这是1的阶乘 分之n加1的阶乘 然后这是an加1x 然后呢 一直加到 这是m的阶乘 这是m-n的阶乘 这是x的m 都乘上x了 都乘上x了啊 减n再加一个1 就这个 好 现在呢 这个出来了啊 现在我们来看呢 如果先作用一个tau 它要先作用一个tau呢 这个fx就变成了a0x 加上a1x平方 一直加到amx的m加1次方 就变成这个 然后呢 我们看sigman次方 然后呢 再作用tau 再作用在fx上头 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就是sigman次方 作用在这个上头 就是求它的 求它的这个n结导数 好 我们来求一下 就它的n结导数以后呢 大家注意啊 原来呢 我们是要考虑这里边的 n次方的这个系数来着 那么现在这里边呢 它这个n次方的系数啊 前面实际上是个an-1了 是个an-1 那么于是呢 它就等于在an-1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n的阶乘 n的阶乘乘上an-1 然后呢 再加上 后边是n加1的阶乘 这有一个1的阶乘 然后这个是an乘上x的平方 乘上x 乘上x 然后呢 一直加到最后一项呢 最后一项呢 大家注意呢 现在这是 它的这个次数是m加1了 所以是m加1的阶乘 然后呢 下边就是m加1 再减n的阶乘 这是x的m次方 m加1 这是本来是m加1的 因为求了n阶导数啊 所以m加1呢 再减一个n 就变成这个东西 那么于是呢 我们可以算一算 说tau 说sigma n次方 tau 减去tau sigma n次方 说这个东西呢 要作用到fx上头 那么就是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呢 做一个减法 他们俩呢 他们俩来减一下 减一下呢 最后呢 我们来验算一下呢 它就等于n乘上sigma的n减1次方 就行了啊 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呢 已经不够了 那么大家回去呢 就算一算这个东西 和我们像我们刚才算sigma n次方 就是n阶导数一样的啊 我们来算一下呢 这个sigma n减1阶导数 如果它作用在fx上头啊 那么结果是什么 然后给它乘上n以后 就是刚才的这一项和这一项的差啊 这两项的差 大家回去自己算一算啊 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课呢 就到这了 下次课我们再继续来讲这一节